各位上师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助教 还有各位同门 来 大家午安 今天我讲的这本是《坐禅同名法》 这本书呢 非常的重要 它是讲这个 告诉我们怎么修行 师生教我们怎么修行 那么每一篇都很重要 那我们就顺着这样讲 讲多少算多少 下次有机会再继续讲 我们先就开中名语 从这个序 序一开头 诗这边写的是 一日不休 一日是鬼 为什么一日不休 一日就是鬼呢 因为呢 道理在什么地方 道理在是两个观念 第一个 就是我们人如果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 只是这样子过活 那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状况下呢 我们都只是在消耗福分 你看我们吃东西 看电影 买个东西 不管你做什么 通通都是在消耗福分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一直消耗福分呢 这样子过完一生 你都没有修行的话呢 那你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福分不够再留在这个人间 一定是往下剁的 那所以为什么要修行的道理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在这里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修行呢 佛教我们的修行方法 不管是哪一个 你只要修了 都有福分 从选要开始的 念佛 佛讲 念佛一生 福真无量 礼佛一拜 罪灭何杀 这个念佛 那拜佛 一样 都可以消业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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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守住作人的本分 每个人都有武功 何况是我们做这些修行 念佛 拜佛 拜灿 禅定 诵经等等 如果要再加上我们密教的 持咒 观想 修法 持咒 入三摩地 如果你真的能够入三摩地的话 那你在三摩地当中 你就可以自变成本真 你已经成佛了 你已经成佛了 那么再来就是密教里头 还有一个就是护魔 还有一个就是护魔 那么这个意思就讲说 这些就是很简单的讲 弦教 密教 大概的随便我们现在在做的 这种修行的方法 你只要做了它都可以增加福分 那如果我们都不修的话呢 那就变成怎么样呢 每天就在消耗福分 所以这本书的开头 师生才会用这句话 一日不修一日是鬼的道理 是这样讲的 好 那这一篇呢 开始 师生这边讲 他说 我有自信 我可以集身成就佛菩萨的果位 无可怀疑的 我已发大菩提心 修金刚法 我就是本尊 集身正佛 且以德正 有了完全的相应 这句话呢 它是写到后面 它前面还有很多东西 前面很多东西呢 是什么呢 你要发大呼吸心之前 你要做什么动作呢 第一个 你要有怎么样呢 你要先保持你的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大家懂吗 你看我们一个生下的小孩 在七岁之前 还没有受到这个 师会的污染 是几乎是在 那个平等的那个境界 虽然不是平等心智 但是呢 真的差不多是 那个平等的境界 那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 都要我们众生 要我们呢 就先保持赤子之心 你要修行 先保持赤子之心 然后有这个赤子之心呢 在进而呢 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生出真心 那意思是讲说 那就是透过我们刚刚所讲的 各种修行 闲交的修行 密交的修行 然后呢 怎么样呢 把自己的业障呢 慢慢把它削掉 然后呢 我们自己的真心呢 能够显露 哪怕只是显露一点点 我们的真心呢 能够显露一点点出来 让我们就有那样少分的平等心智 平等心智 那种绝授啊 就是平等心智 那么 又叫做真心 又叫做平等心智 那么 因为 你生出来了这个心之后呢 生出来这个心之后 在我们修行的八正道里头 在我们修行的八正道里头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得正见 得正见 有位祖师爷呢 就举例讲 所以什么叫得正见呢 意思是讲说 你看到 拿我们台北市来讲 拿我们台湾来讲 你看到那个最高的101高楼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当你看到了那个高楼之后 你行中就有一个把握 你不会迷思 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台北任何一个角落 把你放下来 你只要呢 360度转一圈 你只要找到那个最高的那一点 那个塔 那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个地方 你就不会迷思 那这个道理呢 也是一样 所以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先要生出真心 哪怕只是一点点 这是我们修行的第一步 修行的第一步 那么这个也就是呢 我们修行呢 所有的 管你怎么修 管你修哪个法门 管你修哪个宗派 第一个呢 第一个要得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先碰到呢 这个真心 然后由这个真心开始呢 因为你有了这个真心 我们要得这个正见 然后呢 你才可以开始修八正道 因为你已经知道 什么是无分别 什么是拼了心智 虽然只是少分 但是你心中呢 已经有那个觉受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你就知道自己呢 怎么样去做 因为你知道自己怎么做 所以你才有办法行八正道 不然你没有办法行八正道 正与正业 正行 对不对 正意志 所有这些东西 通常都加个正 意思是什么东西 意思是说 我已经看到了那个最高的高塔了 我不会迷失 我不会迷失 是这样 所以叫做正 那么由这个八正道 最后呢 得什么 最后得正定 这个很重要 所以得正定呢 就是说 当我们得到这个定的时候呢 正定的时候呢 我们在定中的时候呢 我们是完全不会轮回的 完全清楚的 但出定就不敢讲 除非呢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你也免官法也修得非常好 那你就是 这个 白天晚上又延续修行 你都可以延续这样的修行 那就可以 所以密教的修行呢 晚上为什么还有一个 免官法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因为白天修行大家都会 只要你精益努力呢 每个人都会 但是呢 晚上就不敢讲了 因为晚上呢 你如何睡着的时候 你还可以保持 你还可以保持 那个境界里头 你在那个境界里头 然后呢 你因为没有杂念 所以呢 你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小时 但是呢 你起来就感觉到 好像你睡了很久一样 精神充满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一念 你一直保持在 那个一的那个状况 你没有 没有这个思虑分杂 我们人为什么会疲累 为什么要睡觉 为什么要吃饭 因为呢 我们的思虑 我们这个思想控制不住 所以呢 我们这个思想 还有我们的体温 我们的思想呢 大概消耗掉我们70%的能量 那我们的体温大概消耗到我们30%的能量 是这样 那么所以这个是原因 所以当我们能够才有这个修这个禅定呢 如果你能够那么定 然后呢 到了这个晚上呢 你也能够保持免光法 就是自己保持心境在一个平静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消耗能量呢就很少 消耗能量就很少 这是第二步 目的呢是为了要得到这个镇定 那么你得到这个镇定之后 有没有完没有完 因为什么 因为只是你自己 就算你免光要成就 只是呢 在你定中 在你睡眠中 你坚住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都OK 这个时候呢 你不会轮回都OK 但是呢 初定怎么办 散弹的时候怎么办 还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要怎么修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进一步 只有自己有定 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呢 不够圆满 所以你还必须再往下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有度终身的功德 你必须要从 自己的这个罗汉果位 能够进到菩萨地 然后呢 一直要到佛 然后你才知道 啊 喘口气 终于呢 问题解决了 我一直都 在这个境界里头 所以佛有句话讲 我的境界是什么 佛讲我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什么 二六时钟 接在定中 就是意思说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管分分秒秒 什么时间 都在禅定当中 这个是佛 这个也就是我们 努力要达到的目标 达到的目标 好 那么为了要 从这个八正道 能够继续呢 往这个路上走的话呢 你必须怎么样呢 必须要度重生 因为要先把你有缘的众生 先度尽 然后呢 再度无缘的众生 最后你才能成佛 那么为了要度众生 必须怎么样呢 必须要发平等心 什么叫平等心 为什么 因为佛讲 众生皆有佛性 佛眼看到的 他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本来都是佛 那么只是呢 每个人的差别 只是在业上缠身而已 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么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呢 那么你晓得 众生原来都是佛 那我要这个 度化众生的话呢 我除了我刚刚 那个得到的那个境界 我也要众生 也要打到那个境界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平等心出来 那这个平等心呢 你开始发起这个心 我要度众生了 那你的平等心 就进而跳到菩提心 你付出行动 就变成菩提心 就变成菩提心性 那么这个就是呢 这个就是变成菩萨道 这个也叫做 度众生 所以呢 度众生呢 是怎么样呢 度众生呢 是这个意思 度众生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所达到的这个境界 你要帮助众生 也能够达到 那你为帮助众生 也达到了 所以你自己呢 才能够成佛 是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些 这些都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 然后呢 如果有机缘 又碰到密教的话呢 那就是接下来这一段 师生的书上的这一段 我已发大菩提心 修金刚法 那他跳了一个 金刚法的前面是什么 是本尊法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发菩提心 有这个菩提心要发起来了 那么我现在要快速成佛 那怎么办呢 让我们可以修密法 密法的道理在哪里 密法的道理呢 他的原则是什么东西 原则就是说 为度众生 先成佛 这是密法最大的 最大的秘密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度众生呢 先成佛 我为了要度众生 所以呢 怎么度 我不能平脉的度 那我只有我刚 如果我到我现在目前的为止 我们讲用书的标准了 你已经挣到罗汉果 你也不过是 你的身边抱了一个篮球 让你去度这个圣死大害 有什么用 没有用 那么我们必须 你真正的有菩提心的话呢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是造一条大船 然后呢 把所有人呢 把你有人中生 通常放到床上面 然后把它开过去 然后这个才叫做度众生 这才叫做度众生 那么为了要这样子的话呢 怎么做 那么秘法呢 就把它倒过来 所以秘法叫做 道果为因的修行 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 我为了要达到度众生的目的 但是度众生要本事 度众生呢 要有福德 众生呢 要有功德 什么要有神通 什么都要有 你没有这些 你怎么做众生 空口说白话不行 所以呢 好 那就先让自己成佛 那就修秘法 秘法呢 就是讲说 这边讲说 金刚法开始 那世上前面有什么 世上前面有四加行 有上日相应法 有本真法 然后呢 金刚法 那么 等到呢 你这个本真法 金刚法 修成就了 然后呢 你自己呢 变成本真 你自己就是本真 你自己就是本真 那么 你自己就是本真 这个时候呢 什么叫做本真成就 如果依照 世尊 世尊 书上的来讲的话呢 什么是本真成就 大家知道吗 本真成就呢 就是 紫光 母光灰 这个才是 本真成就 意思就讲说 我们 现在呢 紫光 完全显现了 我们也不过是 罗汉国而已 然后呢 我们如何能够游历十方法界 你怎么去 你没办法去 你只有怎么样 你只有入到本真的心中 因为本真 本真本来就是涵盖 他已经成就 他本来就已经在十方法界里面 所以你必须入到本真的心中 然后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到任何的佛国 到十法界 然后呢 你可以观察十法界 你可以呢 随时闻 十法界的佛在说法 是这样 一切自在一切自如 这个是指怎么样 这个是指 你跟本真合一之后 进到本真的心 然后呢 紫光母光灰 之后 然后呢 有了这个 才有这个东西 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是 一开始 第一篇呢 第一面 十真去世 就把整个修行的赤地 就已经列给大家 虽然没有写的很全部 跳了很多 但它的意思呢 就是这样 所以这本书呢 为什么说很重要 道理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现在呢 就翻过去 再来 好 再下来 我的书上是第四页 就这边有件 引用一个 339先生的话 说神者 就是自己的原神 那么 不是我们的思虑之神 讲我们的原神呢 是讲什么 就是讲我们的佛性 但是在诗人书上呢 都用什么 都用原神 那么 拿我们 现在的话来讲 佛法的话来讲 是什么 什么是原神 原神就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这边呢 诗人继续讲 他说什么是原神呢 他说 不是师弟之神 不是我们现在会 像我们现在在那边 说法的心 像你们现在在那边 听法 像你们在那边 开笔记 这个什么 这个都是我们 第六诗的师弟之心 不是这个东西 那么 也不是藏于我们 废下面的士神 也不是藏于我们 废下面的阿赖耶士 也不是那个阿赖耶士 那么这个 我们的原神在什么地方呢 原神在这个地方 这书后面会讲 原神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佛性所在 在我们天心这个地方 在我们天心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在这本书继续要讲说 神通者 天地可以包含于自己的天窍之中 可变化多深莫测其能 凡事高增皆知赐法 所以呢 什么是这个 我们的原神 什么是我们的佛性 这个地方又叫什么 又叫天窍 我们又叫天心 又叫天心 是这样 他说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佛性呢 你能够完全把它开展的时候 怎么样呢 天地都包含在自己的心中 是这样子 所以呢 罗汉呢 罗汉国 他把它这个开发了 然后呢 跟着于这个融入之后 他把它出来 出来之后呢 他可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地水佛风 他都可以进去 山他就可以这样走进去 你看那个大当劲里头 释迦佛的1250个罗汉 他们当要涅槃的时候 怎么涅槃 有的就跑到虚空就不见了 有的走到山里头就不见了 有的走到水里头就不见了 道理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 因为什么 因为佛性是不会受 地水佛风的限制的 也不会受他们的干扰 破坏 都不会 所以呢 他们就是到地水佛风去 就藏起来 那么第四节节的时候 大家就真的敲沁 集合大家 大家听到了 又统统从他藏身的地方 动动动动动动 又统统来到这个沙佛世界 好 就这个道理 好 下面再讲 讲这个师生举例子 他说 关于菩萨员现身是约 因为师生写这一篇文章 写这个《座谈同名法》 那么关于菩萨的现身 然后呢 就讲他的这个大悲 托罗尼 大卫陀罗尼的功德非常不得了 非常大 只要大卫陀罗尼一送的话 大地六大震动 天与宝花 十方诸佛心间欢喜 天毛外道恐怖毛述 凡是在现场的 凡是在观世音部上 念大卫陀罗现场的人 都得证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一直到出地 二地 一直到实地 大卫陀罗尼有那么大的功德 那师生接下来就讲 他说我今天写这个 做完座禅通明法 功德跟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样 大家只要读我的座禅通明法 而且依照我的座禅通明法 来修的话 一样跟这个大卫观世音菩萨 他所讲的这个功德是一样的 一切的善神通通会拥护 这是师生接下来继续讲的 然后下面就是连环山大士讲的话 那么连环山大士讲 今天这个事件 天魔二神威力非常的强大 所以害得这个天运无常 晴雨不时 风灾水灾各种天灾都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说幸好有卢生宴四十撰写灵书 从初击到至上的庙奥密门 如果有人专修这个座禅通明法 专修这本座禅通明法 能够发起一切的智慧 如果你照这本修的话呢 你能得什么 第一个 能得一切智 我们的智慧呢 在佛讲一共有三种 就是先得一切智 然后再得道种智 最后呢 是一切种智 道种智呢 是菩萨的永有的智慧 一切种智是佛永有的智慧 一切智呢 是罗汉永有的智慧 那么这边是告诉他们讲 大家呢 只要修这个座禅通明法 能得怎么样呢 先得发一切智 然后呢 能得千禁定 这是他的功德 然后呢 一定都能够升天 还有一个 能够不受一千大劫的轮回夜报 这是联合生大师讲的 联合生大师讲的 他说如果你又能够修得 能够出神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知道 过去未来 生生死死的道理 成就一些别人 不能够成就的智慧 如果你在进入德政 什么叫进入德政 什么叫德政 德政就是佛性 你跟佛性合一 就是德罗汉果 就是你跟佛性合一 然后呢 你跟母光合一 往来就更好 跟母光合一的话 那就成佛了 那就成佛了 如果呢 进入德政 就是说 这边是讲说 先跟佛性合一 然后呢 会更兼顾 然后呢 入菩萨果位 所以这边讲的是怎么样呢 这边讲的是 罗汉果 你会更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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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的正量是什么东西 就是会更兼顾 然后呢 以此呢 进而进入什么 进而进入呢 菩萨果位 因为当你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回小向大 这个时候呢 你是什么 你在菩萨实地里头 你的位置是什么 菩萨实地里头 你的位置是八地菩萨 又叫做无神法忍位 无神法忍位到 位置 好 所以叫做入菩萨果位 那么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哪里 那么你只要呢 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呢 那当然 你可以随时地见诸佛 可以亲自地到别的佛国 亲自听佛的说法 那这个时候呢 所有无量节的罪业呢 都能够完全消灭 都能够完全消灭 这是联华生大师讲 就是说 这个作禅通明法呢 有这样 有这样的一个功德 在这个地方 好 再写下来 下面 这就是这一第一篇 最后一段 师生又交代了一些事情 他说 前世修行 全是因为没有修行呢 所以呢 今世呢 虽然你听到这么好的佛法 但是呢 你会有疑心 那么 这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表示我们每个人 修行的一个阶段 你说 在还没有归异的人 对我们归异的人 他们是不是有很多疑问 有 那我们归异了 有没有疑问 还是有疑问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修行到的一个果位 有没有疑问 有啊 你要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没有疑问 要一直到成佛了才没有疑问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呢 一直到这个等觉菩萨 一直到等觉菩萨 都还有最后的一分无名 还没有迫近 那么因为最后一分的无名没有迫近 所以变成你的佛系呢 完全没有办法展开 所以那个能力没办法显现 没有办法显现 所以你看等觉菩萨 虽然能力也很大 但是呢 跟佛比起来 那又差很多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好 再来 使征的交代 没有问题 不管你在什么状况 只要怎么样 日日清静 有了感应 自然会更生子 它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 你每天你都要清静佛法 就是意思说 你每天要修法 你每天要念佛 你每天要做 你每天要 哪怕只是一个小时 你要每天要做 不要停 不要停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这样做 每天要这样做 你有了感应的时候 什么是感应 就是说 你在修的过程当中 佛比萨觉得呢 受到你的这个修法 的神心的感动 他就来给你加持 他给你加持的时候 他身上的灵光 就在你的身上 就在你的身上 这时候就看你的心 的清静程度 看你的心 开的程度 那你就可以接受 很多 如果你心完全开 那么只要一次 哇 你就全无充满 就全无充满 是这样 那么这个感应 它说自然会更生子 它说 不管每一次 我佛比萨给你加持 那个什么 那个都是怎么样呢 那个都是会更 加持的当下是 加持 这我们来 决筹来讲是感应 但过了之后呢 就变成我们的会更 重担很重要 我们现在 中国中很多 大家一看到诗诗书 就跑来皈依了 这是前世的会更 前世你就累积在 那个地方 就隐有在那个地方 你才有办法这样 不然的话你看 诗诗书 一直传 天天说法 法会那么大 没有人还是没有来 没有人来 还是没有人来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 就是缘分的问题 好 那再来呢 下面有讲 我要大家呢 同时万元放下 身处赎尽 心住佛法 这个很重要 这是诗诗书呢 要我们所有的弟子 要做的 我们虽然现在呢 不是每个人出家 我们出家 才一百多个人而已 是不是 才几百个而已 他说 大家都虽然还在 这个世俗 还有工作 有家庭 但是呢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 心住佛法 你心要住佛法 意思是说 你要把佛法 放在你的心里面 心住佛法 什么叫做心住佛法 你不会忘掉 每天一日一休 你不会忘掉呢 没事的时候呢 随时可以提起来 一个上师心咒 或者你一个本尊心咒 你就提起来 不会忘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心住佛法 然后下面呢 有交代 一日只用一小时的功夫坐禅 自然命中之时 见金莲花来引 往生极的世界 所以这边呢 是希望大家 每天呢 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禅定 所以大家要慢慢 安排自己的这个 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世界 然后呢 你看你每天是上午的时间 你比较有空 还是晚上比较有空 你把自己的时间呢 选好 然后每天到那个时间呢 你就把它留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 为什么 至少要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 因为你修一团法 差不多要半小时 然后呢 师生这边呢 希望大家呢 用一个小时的功夫坐禅 用一个小时的功夫坐禅呢 为什么 因为禅定 跟我们的修行呢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自然的累积 自然的一个累积 你昨天所修的 就变成今天的善根 那么 昨天所修的 就变成今天的 这个慧根 善根 是这样 那么 你每天呢 有这样的一个功夫 在修的话呢 就好像说 我们那个草 你没有看到它在长 但是实际上 它每天真的在长 那我们每天在打坐 很多人觉得自己 好像并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呢 你不要管它 你只是这样的坐下去 隔个几天之后呢 你忽然有一个进步 隔几天之后呢 你忽然有一个进步 它是这样子的东西 好 那么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是什么 你只要保持这样坐下去 我们命中的时候 就会有金年花来营 那个金年花是什么 那个金年花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 自己的佛性的一个变化 自己的佛性的一个变化 好 这是第一篇 这是第一篇 来我们现在呢 继续讲第二篇 第二篇呢 来 第二篇呢 这边呢 介绍了一些名词 我们刚刚不是讲这个方寸吗 那么我们这个方寸之间呢 这个在佛门呢 又叫做 叫灵台 在道家呢 又叫做黄庭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又叫做天心 又叫做天心 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是我们的佛性 所藏的地方 所藏住的地方 是这样 他说我们要修到什么时候呢 第一个步要修到什么呢 要修到呢 就是说 天心这个地方 能放出金色的光 他说这个就是得到的最好证明 那么这个天心呢 放光 放金光 那么这个就是呢 一种 一种得到的一个象征 所以呢 如果是金光的话呢 那么就是得到高升 如果是现红光的话呢 那么就是圣贤 善人 如果是灰色的话呢 表示呢 这个人的命运呢 多灾多灰 如果是黑色的话呢 就大凶大恶 那么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 日常的行为 还有跟我们的这个 业力呢 有关系 那么这个天心部位的光灵具 又叫什么 又叫做无上的庙地 为什么 是佛陀的会命光华 全部呢 心心印证 就是说当你呢 这个地方呢 有金光显现的时候 又证明什么 又证明呢 佛陀的会命 你全部呢 心心印证了 那么也就表示说 你证什么 你证不二法门 这边讲 叫做不证法门 也叫什么 也叫做即性成佛 即性成佛 所以成佛有很多种 成佛有很多种 有三生成佛 那这边还有一个即性成佛 就是说 你的佛性呢 已经展现了 已经展现了 所以叫做即性成佛 事实在书上这边呢 给他弄个名字 叫做即性成佛 好 那么这个地方会放光的原因呢 是什么 是表示说 我们全身的精气神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呢 他会放光 那么 这个天心呢 放金色的光的时候呢 表示什么 表示那个金色的光 就是真正我们真正的自己 那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 那么 实际上书上这边讲 他说 这时候呢 我们人的天心 能够 如果能够合于宇宙的天心 那么就叫做即性成佛 身体的身 就叫做即性成佛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叫什么 又叫做直光五光会 所以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修行呢 实际上的要求是 我们要直光五光会 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那什么是直光五光会呢 就是说先把这个天心的金光 先展现 然后呢 然后这个金光呢 又能够出去 然后呢 运到你的本尊的心中 跟本尊完全融合 是这样 好 那下面呢 就是解释这个 解释这个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天心放光 他说原来是什么 原来就是树六合 为合一之精明 天心就放光 意思是讲说 我们把全身的精气神 如果能够全部集中的话 集中在这一点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放光 就可以放光 好 那么要怎么做呢 下面有讲 眼观于空 耳不闻其身 鼻不闻其袖 舌不闻其味 身不觉其处 亦没有奔赐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哀恶 没有取舍 当一切你的心 在平冷的那个状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金光就从这边射出来 这是世证的解释 那么这两段呢 又提示了我们 如何修这个地方放金光 以后这边内容 再教大家的方法 再下来 他说如果这个地方 能够放光的话呢 这个光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那我们就用这个光啊 然后呢 去跟母光合一 就是说我们人的天心 要合宇宙的天心 那你自己的天心光 没有先找出来 你怎么合 没有办法合 是这样 那你能够 宇宙的光合在一起 这个叫做决心自在 时修时正 是这样 那么 你的这个光明 跑出来 跑出来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这个要叫做 残满的吉利 又叫做秘宗的法药 又叫做净土的大臣 又叫做长几光土 所以呢 我们 每个人 想修行 最后呢 都要往生净土 当然以长几光土为最高 就说长几光土在哪里 原来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你这个佛性之光呢 找到了 这个佛性之光呢 就跟这个本贞的这个心呢 合一 那么就是 当下就是 当下就是 好 那么这两篇呢 是开宗民意 开宗民意 很重要 那么下面开始呢 就从这个 校业章施加起来 一直往下讲 一直往下讲 哇一堆 都是在讲 最后要怎么样 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好 那么 还有时间吗 还有两分钟 那我们再讲一点点 施加起来 跟这个 是校业章的一个大法 那么 我们修行为什么 把四加星定在 第一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修了四加星 才有加持 会消业障 这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是不会生出魔障 这是第一个 而且呢 四加星呢 是一切修行的基础 所以要先修四加星 第二个呢 大礼拜 四加星里头呢 要修大礼拜 要修大供养 为什么 因为大供养呢 实际在这边 书上有一句 很重要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修供养 对谈人修供养 对所有的佛部导修供养 那佛部导得到 我们的供养呢 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给我们加持 所以实际这边 有句话很重要 他说 修供养法 有加倍成就的力量 所以不得不修 你看这句话多么重要 所以这个是大供养 一个是这个 诗归一 然后呢 一个是大供养 再来呢 大礼拜 大礼拜呢 不用讲 大礼拜呢 就是消除我慢 消除我慢 那么 当我慢呢 降服的时候 当下 那么这个 你的功利心 一升起来 佛就会跟你合一 再来呢 最后呢 就是我们讲 金刚心菩萨法 就是百之明咒 他百之明咒呢 有一句话最重要 是诗人书上所讲 他说 有罪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消 无始以来 罪重的业障 使道心 如金刚般的坚固 如果修持成功 如同灌顶功德一般 由法师 单修金刚心菩萨法 即生成就菩萨国位 也就是等觉菩萨的国位 你光修一个释迦行 光修一个金刚心菩萨法 如果你相应成就的话 你就是等觉菩萨 你就是等觉菩萨 而且呢 这四个呢 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百之明咒 消无始以来的业障 然后这个 大公养 得到佛菩萨的 这个 加持的力量 然后归一 这个跟这个 大礼拜四归一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呢 这边呢 这篇呢 就是强调 这边就强调 这个 释迦行的这个重要 最后呢 这一篇呢 最后这一段也很重要 他说 如果 兼修释迦行法 金刚心菩萨呢 见修释者 会护持修释者 会灌顶修释者 使修释者呢 一切罪障 磨难 疾病 全部呢 消除去除 罪业已消 全身轻快 菩萨自顶入心 可得金刚心菩萨 与自己合一 这是 即身成佛的 不二成就 所以呢 释迦行呢 有这么大的功德 有这么大的功德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努力的一个目标 努力的目标 所以大家呢 不要 不要担心自己呢 说现在管他传法 传了什么大法 你不要管他 你只问自己 我现在到底相应在什么地方 没有相应就是释迦行 赶快开始 为什么 李朗老师 有释迦行相应的话呢 你就是即身成佛 你就是等觉菩萨 那愿我们大家互相共勉 谢谢大家